星夢全奇 在下個月就會正式和大家見面 而李克勤就會做星級首席導師兼主理人 今日節目進行拜神儀式 克勤都很開心 相隔六年可以再做香港的綜藝節目 希望做到一個可以和他們分享的大哥哥 因為我覺得其實 為何我用分享這個字眼 分享不是單方面 我覺得是雙方的 我自己是歌唱美賽出身 近這幾年也在內地參加了很多 各式各樣的綜藝歌唱美賽節目 其實我一定有很多東西和他們分享 如果他們不介意的話 但在他們那邊 我也覺得他們有些東西可以和我分享 有一些年紀很小 十四歲 十五歲 其實我大兒子十三歲 其實他們的人生 其實我看到很多東西 從他們的角度 我都覺得他們有很多東西可以和我分享 所以 導什麼鬼師 大家一個朋友認識 一個大哥哥認識 其實在這天之前 一眾參賽者已經和克勤相處過了 提起這位星級導師 幾位學員都說克勤很親切 他太有親和力 他好像一個 真的好像一個奶爸一樣 你可以很自由地問他所有問題 他都會很用心去答 所以我現在見他不會覺得有任何壓迫感 很親切 就是可以不同的 但是他為了我們好 都過來看我們 雖然克勤希望和學員 可以做到逆思亦有的關係 但是林志樂和閃靜峰 竟然很大膽地在克勤面前 唱他的經典歌 志樂已經有唱過他的歌 《飛花》 真的嗎 對,當時他第一次見面 他來到時,他都叫我 立即唱一唱 《飛花》 對,我們沒有預備過 沒有預備過 對,但挺害怕 在原唱面前唱他的歌 有很大壓力 如果你不害怕,才會害怕 對 在他面前唱 然後你真的在他面前唱 對 他有給你們甚麼評語嗎 沒有 哎呀 不像我都很厲害 通常都是壞 才不給評 一班參賽者 開口埋口都叫黑勤為李先生 這個稱呼 原來是由黑勤決定的 因為如果他說 可能是李老師 他就會覺得好像太隆重了 那件事 但如果叫黑勤的話 始終有點背份 好像不太適合 所以取一個平衡就叫李先生 哈哈 有聽過黑勤的歌嗎 有 你會唱甚麼歌 GG 你有沒有中心 我爸爸會聽李先生的歌 好像月半小夜曲 但會唐宴 就聽同一的歌 節目由朝暮到現在 已經有大半年時間 一班參賽者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不過這個節目始終是一個選手比賽 冠軍只有一個 但是幾位學員就說他們會互相扶持 雖然我們之前是好朋友 但其實我們都知道要拿回平衡 畢竟應該是一個比賽 我們會覺得不可以禮陽 但是還是當大家是好好的朋友 而且大家都會給大家意見 你可以在這裡這個位置可以好一點 大家都不會淪色 去令對方更加好 由我們完全不會跳舞 都跳到一手很好看的舞出來 我覺得這個成長是對我最重要 參賽者的平均年齡只得18歲 當中幾位14、5歲的妹妹 還成為大眾焦點 四位中學生參賽者 就說不怕實力會比多位哥哥姐姐差 我們小時候可能比較有那種動力去做 比較活潑一點 可能有動力去想想遠一點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憑自己的實力 你呢 其實進來這裡已經被人當中女了 因為有很多人是比我們小 還沒聞到那股競爭的味道 這個我就不知道 不過我相信就算面對競爭 大家都會公平競爭